欢迎大家回到澳门丁台EP137 我们今集来讲讲这个杀神4,John Wick 4 大家不用怕,我们一开始先不剧头,先讲讲这个观前感 1,2,3 都有看的 我上星期有复杂了,第1还是第2集? 上网不知道是Netflix,不知道在哪里看的,忘记了 我直接到线上看,中间会有碧咸出来卖一卖威尼斯人去赌兵 你以为碧咸跟他打? 不是,我看的时候,今集第4集,他预算原来有1亿美元 所以整件事就华丽很多,片场也有很多 看得出他真的扔很多钱进去做一些很华丽的东西 灯光啊 但是看得出,这个是剧头,我稍后再讲这件事 先讲讲,第3集 大家第3集,我自己个人觉得是很满意的 每一集都有一些坚密东西 第一集就杀了一只狗 然后就报复杀了人家全家 一只狗引起的血案 但是之后我不太记得,他不知道哪一集最出名是《我原不杀日》 第一集 也是第一集 俄国佬跟他的儿子说,我在酒吧看到他好像是《原不杀日》 我印象中好像第3集也有出现《原不杀日》 第2集也有的 我看第2集也有的 好像是一个传承来的 因为说是第1集出现的 其实第1集即是口语 你知不知道有John Wick这个人 John Wick最出名是用《原不杀日》 然后也有的 讲完之后那一集就会出现 3个人只用了资源笔 他有这样讲过 但看得出第1集 因为第1集的预算大概是2000万美元 但也不少,也有差不多1亿 7亿14亿,1亿多亿 但看得出有很多打斗场面全部都是《日光日白》 全部都是《日光日白》 还有普通过半钟头的BB级动作片 但你第4集不同 第4集有些人说是暴力美学的文艺复兴 是的 很华丽的 你看到第4集也有《恩志丹》 预告里面看到 期待他 就是泳春 泳春对John Wick那些叫什么拳 我也不知道 其实John Wick说真的 我觉得他穿着西装很帅 但其实也是烂仔胶 黑手党加烂仔胶 打到没有枪的时候就迷身欲薄 但又不是什么拳 加上去NBA 可能最有效率 对他来说 对 我觉得真的要做杀手 应该不会讲什么拳 杀人最快的就是 不会打你20拳你都没死 好像热闻那样 一拳就要车爆你 那我们差不多要进入剧头环节了 剧头环节了 给你一点时间 如果你还没看的话 迟一点看完就回来听我们的影片了 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讲了 剧头的东西 剧头的东西 因为《恩志丹》我猜不到 怎样猜不到 纯粹是造型 造型就是扮形仔 是的 开头好像又说 《恩志丹》的造型 其实就是穿中山装 中国人穿中山装 这些很 黑白印象 对 外国人很喜欢是这样 告诉你中国人 有意思是凤眼 细眼 好像日本人一定穿旗袍 不是穿旗袍 穿了和服 是的 是女人一定穿和服 但是它里面出现 那个日本人 他们那群人拿武士都 扔手里剑 我觉得挺有型的 挺有感觉的 也挺合乎日本人的逻辑 是的 但是最好笑的是 我们看的预告 John Wick和《恩志丹》对打 顶了 猜不到就是整条片 预告是真的将整个 两个多小时 《恩志丹》对John Wick的对打 就放在那里 只有一个场子 没有了 是博物馆那场 还是大厦里面那场 那个不是博物馆 那个是日本人的 那个饭店 那个饭店那场 是的 只有那场是两个对打 没有了 但是也很好看的 也很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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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剪一些精华 枪战也算是对打 是的 恩志丹 他接到一个通告 看到这样的中国人之后 他就说 为什么肚气 每个都这么帅 穿着防弹西装 我又要穿 所以他那个 哈哈哈 真的很帅 帅啊 那个盲的也是他自己提出的 所以最好笑的是 去到后期我收藏 又说他盲的 为什么盲不盲 去到后面好像很正常 说真的我觉得 恩志丹是比John Rick的强 是的 他有盲 你想想他盲的 他可以打到跟John Rick平手 还有开枪射中一些人 他真的很强 他比John Rick的强 John Rick是平凡人 高低一点 John Rick是 盲也射中人 但是说回那个防弹西装 真的很棒 以前的电影 怎么都要主角中翻 主角是一定有主角的光环 是很难射中他的 人家的敌人都是人体苗边的 这个我知道 但是总会射中一两枪 拆中肩膀 手手脚脚 不是致命伤 来表达 导演不是瘋子的 主角是人来的 怎样都会受伤 但这集 不是 John Rick这系列 就直接安排了防弹西装 不用解释这件事 直接搞定的 但是看得挺爽的 好像打机 整部电影看上去 但是很纯畅 很smooth 很融入这个世界观是这样的 这个主角是这样的 有些刀槍不入的感觉 一路打下去 你打机也是这样的 主角 打到后期 手扑扑地 怎么打下去 他不止防弹 他用很达得的 在里面装什么呢 又被车撞 又容易跳楼 楼梯滚下来 楼梯滚下来 无敌风火轮 你有没有玩过呢 有些游戏是没有HP 即是计血系统的 它是计什么呢 主角受伤的画面就会开始变红 变黑白 你一路在主角再受伤 你的主角就会死了 但是如果你没有继续受伤 主角就会通过呼吸来回復血 听人听过 这种类似 我觉得就是这个系统 还有他治愈能力 他好像在出戏里面 过了三两天而已 第三集到第四集 虽然我们等了一年 但是他好像几天就好了 他的伤势好像应该治愈能力 你看他平时 一开始 练拳 练到手都爆肛了 你看他平时练习已经爆肛了 他一会就好了 应该是被常人去治愈能力好一点 他拿到手指还没删出来 删多只这样 但是他讲到打机 有一个镜头很有趣的 导演 戴了很久 那个是在古堡里面 然后就用一个 虎视的镜头 然后就好像以前 以前玩的那种完全虎视的那种游戏 然后你可以看到敌人是另一间房 John Rick又怎样被另一间房的子弹 属于一天都是长镜头 然后还要安排他那里撿了一支敌人的强力武器 开枪之后会打起火 然后就不断 就被观众很爽的感觉 可能是挺正的 而且最好笑的是 他一开始那个大屠杀 只是拿着手枪 只是给他把手枪 换了一套西装 然后到他真的打的时候 那支手枪很快就用完了 但是他不停撿装备 不停撿 他说什么要武器 给了一支枪 他说你哪里找到的 我以为是什么那么厉害的枪 手枪 我以为那支枪 我以为是做什么 我以为是留在最后大战的时候 他们不是抽卡 说我们要枪战 我以为大战的时候 拿那支枪出来用 我以为要自备武器上场 谁知道到了最后大战的时候 原来主办方准备好枪 原来主办的枪 原来主办是用了那支枪 他用到哪里 最初是没有用到的 有 他用了那支手枪 他用了那支手枪 他用了外枪 对 对 这样 我们讲一下第四集的整个故事 都是说他被人追杀的通緝令 他为了想取消了通緝令 就要求要跟那个 发通緝令的人决斗 决斗决死他 就可以取消了通緝令 最好笑的是 真的被他和那个人决斗 我们呆了 因为他们大家坐在桌子上 我们想做什么 最后决斗 做游戏旺 大家抽卡 吓得我 原来是抽卡 赌大势 决定是赌大势 看看在哪里决斗 还有什么时候决斗 阿森林说太好了 我看John Wick 都是希望看他们打来打去 不是希望他坐在那里 玩卡牌 决定了胜负 是的 但是最想不到的就是 里面居然是有用脑的 最后John Wick 要杀到那个大佬 是用那些智取的 不是这样 射射射射的 我最初都骂头 做什么 坐在那里玩卡牌 然后决斗是西部牛仔 打人拿一支枪对打 其实John Wick John Wick的系列 很少自除 你看到中途有那个 酒店的负责人 跟他说很多东西 问他 你打算 走一辈子 躲一辈子 John Wick 我打算杀了他们 每一集都是说这些 我打算杀了他们 虽然 如果其他人说这句话 我觉得很旺居 但John Wick说的 他说很帅 我就杀了他们 然后听到 对 这个就是这部戏的宗旨 就是John Wick 就是他坚持这个信念才能走到第四集 我觉得最帅的那句是他开头说的 那句一说就失败了 真的 那些 他开头 那个丐帮大佬 问他准备好 然后他就答 那句很有慈性 然后 我一听我也觉得他有点兴奋 但是我觉得这部戏 特别是第四集 他真的扔了很多钱 拿了很多美景 巴黎 他有很多 分很多场合 日本 巴黎 夜店 对 虽然我觉得导演真的是 哇 扔了很多钱 拼钱 那种感觉 但我觉得挺正的 他就 他就放到明 给我们一个视觉的承宴 这样的感觉 让观众 总之你进来就是很高兴的 我完全就是 照顾你的眼球 我觉得挺正的 近未来的沙巴喷的感觉 烏托邦的感觉 他真的有沙巴喷的感觉 因为去到日本的 美音乐是在日本的地铁 然后他特意搭配了危红缸 紫紫地的 正常地铁是不会这样的 他特意搭配了一些未来感的感觉 导演应该是想玩这种感觉 即是有一种 科幻未来的感觉 可能过了几年 就有John Wick的感觉 他用灯都用得比人更厉害 因为我看回第一集 其实第一集和第二集 都有那些 夜店的那些场合 在夜店打人 第一集 一听就知道 价钱是这么多 他们给了灯 是用那些 整个场合放在小蠟燭 但是到了第四集 你会看到 像你所说的有些危红灯 整个场合都会有灯 还有最后 最后决斗的场合 他营造到一件事 很漂亮的 他力尽千身万副 上完那条楼梯 是的 我们稍后再说 那条楼梯 上完那条楼梯 然后 终于所有东西都静下来了 准备决斗的前一刻 好像暴风雨来袭之前 然后他叫他看看 这个黄昏的景象 不是 入出的景象 对不起 然后那个镜头 好漂亮的 后面那个景 虽然是散散的 但是你感觉到那种 在半山看到那个 一出 那个城市的景 还有 再带了一个 就是 左边是John Rick 右边是欣子丹 然后两个 那个 我记得好像是背影 然后就是那个城市 是做背景 真的看到 这个好像一幅画 立刻上剧图 真的上剧图 不是开玩笑 这个可以做那些 不是开玩笑 可以做 现在的门迷是那些 闻螢幕 你两位看到的 就是 就是可以做WARPAPER 那么漂亮 这些戏真的要去戏院看 我那时候看的时候 有几幕都觉得 哇 看得叫 我觉得 要在戏院看 才能感受到那种震撼 还有 戏院看是一种享受的 完全是 不过这套戏 两个小时 49分钟 其实是 当然也会有点满场的 但是那些满场是他们的闻气 但是他的闻气 我觉得闻气 我自己觉得是OK的 因为可以 你们休息一下 可以当是呼吸位 还有如果你是有 很喜欢这个系列的 那些闻气 那些闻气其实是有陌落的 是跟前几集有连接的 还有我们说回那个楼梯 那个楼梯 我想你有看过观众 一定记得 音乐很深刻的 其实是 John Rick 由底下走到上顶 你知道他走得又不是很快 他在上面跳下来 打倒的 很累很累 然后又打又走 打到最上 谁知道 被其中一个小波士 一夜当天 Cavت 一踹台 一踹踢了 圈跳几层 却回了 怎知道做到没有停 一踢到內容 我想踢過了10秒 不斷滾滾滾滾 呕在這兒 10秒後 觀眾不知道又是多少 應該踢到100級度 應該有 超過100級 最誇張的是踢完 好 然後起來 打兩東西 再滾過 呕 呕看見什麼 我看到什麼時候爬上去 了中午了 都剩下兩分鐘 還是三分鐘 是的 我一度以為他爬不到上去 John Wick也要輸了 普通是樓梯 因為他有一陣子說最後決鬥要打一個猴雀 他只是攀上樓梯去到決鬥的地方 所以樓梯是最後的地方 我一陣子看的時候 想不到他 最好笑的是我們在澳門 他的感覺有點像風塘邪行的樓梯 但在牆壁是濕的 是 牆壁是濕的 但那種感覺是左右兩邊有樹 陰陰濕濕濕的地方有敵人彈出來 中間是分左右兩邊的 中間有條欄杆 最好笑的我看到敵人開槍很準確的 只是射在一條燈柱 射到別人 他有射到防彈 防彈背濕的西藏 還有導演也好 John Rake也好 也有注意做這個動作 是保護頭部的 他有拿衣服去保護頭部 擋住頭部的 沒有理由射不中頭部 要擋一擋 擋一擋就射不中了 是的 不過先說一下觀影體驗 我們那天好像中學生去旅行 特意乘搭的士 因為那天下雨 澳門這邊沒有戲院上 我們要乘車去離島的戲院 最好笑的是我們去到 某一個新興酒店的戲院 蒲經裡的英皇戲院 走一會走不了 不是開玩笑 我真的弄了很久 但是那個戲院都很舒服的 你看差不多三個小時的戲 因為其實有很多觀眾可能不知道 澳門的戲院 大會堂和永樂 坐得一般的 即是那些 完全是六七十年代的 因為那兩間戲院真的開了很久 那兩間戲院 那些座椅我想都比我大了 你也不小了 1980年 如果看一個多小時的戲是可以的 但如果看兩個多小時 我買叭的 可能只要帶一些鞠筍去 搞不定那一會看完之後 廁所超多人 然後每個人都說聖虧呀聖虧呀 忍了超久 三個小時就差不多 大佬 John Wick那麼辛苦你也要做些事情 要的 他的付出是有代價 整個戲 去戲院看就是值回票價 三個小時 我們好像看一百一十五元的張票 你差不多每個小時多少錢 都算不到 還有最後John Wick 他最後就說他好像死了 沒有看到他什麼斷氣的 坐在樓梯上躺下 最後就看到他的墳墓 看到這一幕就想 這個不是熱問4 熱問4也是這樣的 最後拍了墳墓 難怪找恩子丹來演 原來電影的套路那麼像 所以熱問是否出道4 熱問出道4而已 John Wick也出道4 大佬是殺神 第五集可能就合同一起做 是呀 是嗎 說笑 一定有John Wick 你放心 怎會磨 就算你說到他斷了氣 什麼 有鏡頭 導演也屈出來 拍前轉 外轉 是呀 都可以 導演也有跟主角說 他說暫時不會 先拍下一集 但是遲開放討論態度 看看票房 看看票房 還有看看 基努會不會有興趣拍下一集 都要提他 他的年紀都 60了 阿甄子丹都60了 是呀 難道你要打到成龍 打到70、80 他都受不了 成龍沒有 他都說 以前打架 有樓梯我就跳 現在有樓梯我就搭電梯 那裡有電梯 謝謝 我記得之前恩子丹有做了訪問 然後問他 你覺得你跟成龍誰比較好打呢 恩子丹說 我也老了 不過成龍更加老 大家不要打了 不要打 他打得很有智慧 你自己想吧 誰比較好打 你說現在 應該是恩子丹比較好打 恩子丹都很靈活 不過我多幾年就不知道 下一代打星應該都是謝霆鋒的 謝霆鋒 謝霆鋒 你哪裏剩下的結論 我覺得打星應該由 20歲開始就要打10歲 你沒有看成龍現在的人品 但是他年輕時真的接了很多打氣 那些 罪權 罪權 罪權2 那些 他真的可以打的 好打 我真的沒什麼印象 年輕的誰在做打氣 可能打氣 可能在這個世代已經沒有什麼 不介給人 除了John Wick 那些爽片 那些真的 你說以前看以前的舊片純粹 拳拳到肉的打應該很少 我看以前的成龍 李連傑是科班出身的 就是那些 打得的 中國武術冠軍 然後成龍是那些 大戲裏面做無身 他起碼都知道打鬥的套路 但是現在 好像很少這些演員出現 大家都好像用提身 做演員就是他打算先演戲 不是那些真是武打出身的 那現在武打也可能 我找個替身 演一演 接回我的 搞那麼多東西 不如找個替身 我搞那麼多東西 不如唱好些歌 或者演一下 輕輕鬆鬆的 拿到奧斯加 也不用唱好些歌 你叫什麼 你教好後面的CD就行了 我拿著麥克風 沒有打氣 這幾年應該很少 少啊 不過之後好像有一套海關戰線 海關戰線 我不知道 哪裏出的 海關也要開槍 現在會很累 電影還是電影 電影來的 張學友和謝霆鋒 很像TVB那些劇情 那些名字 什麼廉政行動的Fan 很喜歡拍那些片 警匪那些 差不多 我們聊到 大家有興趣 就再去看一次 值得看 也有很多場次 讓大家選擇 不是開玩笑 喜歡聽的 給我們一個like 還有訂閱我們 暗碼 中正在身邊 立刻通知你 Apple Podcast 10 記得給我們五星好評 謝謝 我們下集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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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